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声声不息港月季播出后获的话题和口碑的双赢 节目不仅让港月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也让芒果在殷宗领域又开辟了全新的赛道 港月季的大获成功也加快了宝岛季的进程 顶着港月季的光环 声声不息宝岛季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好在芒果凭借走新的文案 如梦如幻的舞美和化学反应十足的嘉宾阵容 再次赢得观众的认可 四期节目过后不仅主流媒体纷纷宣传报道 节目的舞台作品也频频登上热搜 一众嘉宾也在节目中成功刷脸 人气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对于歌手来说 芒果的热门殷宗向来有很大的加成 声声不息港月季就让曾比特 阎明希 单依纯 安琪等新人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而魔动闪霸组合和马赛克乐队的才华才得以印证 毛不易 李健 李克勤等宝藏歌手更是通过节目进一步的缺分 然而同宗并不一定同运 参与声声不息宝岛季节目录制的嘉宾众多 每个人通过节目获得的红利也并不相同 陈卓璇和夏日入侵企划虽然都是节目的首发嘉宾 但是两组歌手在节目中成了匆匆过客 节目中镜头不多 舞台部分也缺少出彩的内容 加上两期节目过后就直接退出录制 所以存在明显的不足 其他的首发嘉宾在节目中的故事线不同 产生的效果同样也不同 有人凭实力翻盘改变观众的刻板印象 有人用舞台征服观众 通过节目逆袭成为黑马 有人全程陪太子读书 缺少亮眼的表现 三人口碑彻底逆袭 生生不息宝岛记还没开播前 华晨宇 马佳琪 陈立农 陈卓璇等流量歌手 成为争议的焦点 很多人甚至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加入 而直接放弃观看节目 不过四期节目过后 网络风评也随着改变 华晨宇 马佳琪 陈立农三人 逐渐地获得观众的认可 对于华晨宇而言 来参加生生不息宝岛记这个节目 真的是赚到了 五娘 知足 高山清等舞台改编 惊艳众人 她的才能也得到了认可 双双在线的她成了团队的军师 不仅纳应信赖她 华特 艾薇 陈卓璇等迷妹 也要争着和她合作 生生不息宝岛记 让很多人消除了对华晨宇的偏见 她可以在舞台上安静静地唱歌 即使不去solo也可以拿到金曲 舞台上的华晨宇魅力值MAX 也难怪那么多的粉丝如此地宠爱她 新人马佳琦同样选对了殷宗节目 芒果一开始就给她足够出彩的故事线 音乐派对安排她当主持人 分组也格外地照顾她 天后纳英亲自的保驾护航 从舞台呈现来看 马佳琦清亮的音色优势也发挥了出来 《你的样子在水一方》等作品的演绎 确实很出彩 在《流量爱豆》中唱功也非常讨喜 同样是热门音宗生生不息宝岛记 带给马佳琦的收获就远比我们的歌要多得多 通过这一档节目 相信马佳琦的人气会进一步地提升 而她的舞台自信心也会有志的飞愿 在超前营业分组过程中 张信哲队陷入僵局 这时候年轻的陈丽农主动地站了出来 虽然她在舞台上少演唱了一首歌 但却收获了无数人的好评 除了展现高情商外 陈丽农对唱商同样显露出来 芒果能够把安可卡给到她 也是对她舞台实力的最大认可 四位黑马成功突围 生生不息宝岛记首发阵容公布后备受争议 尤其是台湾歌手方面草点满满 除了张绍涵 张信哲 杨宗伟等人外 其他的歌手在内地的知名度不高 所以外界唱衰生不断 而随着节目的播出 台湾的一些宝藏歌手彻底的藏不住了 魏如轩 爱依良 坏特 三位实力派女歌手 一个比一个惊艳 唱功在线 舞台表现力完美 初舞台播出后就成功出圈 一共舞台已经开始收割粉丝了 魏如轩的声音和唱法都极具个人特质 而她的性格也十分出彩 专演秀环节带动节目的整体气氛 综艺效果止于皆拉慢 生生不息宝岛季节目结束后 相信魏如轩的内地通告会越来越多 爱依良属于技巧型的女歌手 舞台上能够轻松地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 而且能够唱出自己的味道 而坏特就像个音乐魔法师 声音百变 不同的曲风能演绎出不同的韵味 有些遗憾的是 坏特两期节目过后就直接下线了 很多观众没有办法继续听她演唱更多的歌曲了 生生不息 宝岛季安排了很多的飞行嘉宾 蔡明佑 余文文 周飞哥等人 都带来不错的舞台作品 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年轻的歌手艾薇 舞台上的她气场强大 高音震慑力十足 演唱代入感更强 仅仅是一期节目艾薇就已经平实力出圈了 后续节目相信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张绍涵 服务系陪跑 生生不息 宝岛季采取的是分组对抗的模式 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影响歌手的去留 但是比赛的过程往往更考验团队的默契度 队长的领导力 组员的执行力等 纳应队能够在前两次公演中获得两连胜 除了队员的配合度高外 队长本人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而同为队长的张信哲就显得过于佛性 作为这种佛性也是让队伍缺少了凝聚力 最后成员在节目中也缺少存在感 张信哲队伍中不乏实力派唱将 但是四期节目下来 很多的好嗓子都被浪费了 其中张绍涵就是典型的代表 张绍涵的舞台实力不用多说 个人风格也非常的突出 但是两次公演舞台没有获得一个solo表演的机会 全程都是合唱歌曲 而节目安排的耶利亚女郎第一天等歌曲本身就不讨巧 加上缺少优秀的创作人予以改编加工 最后 舞台上大家各唱各的张绍涵也失去了他独有的优势 成为合唱的牺牲品 四期节目过后 很多歌手都已经有出圈的作品了 而张绍涵至今还缺少一个爆发契机 希望节目组不要暴殖天物浪费了这么好的歌手资源 有些作品不能为了合唱而合唱 独唱或许才是这档节目最吸引人的地方 对于生生不息 宝岛记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